好 下我们看第14单元 破产清算程序 讲四个考点 第一是破产财产 它的一个变价 第二个考点 破产财产的清算顺序 这是考试的重点 第三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实施 第四是破产程序的终结 首先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考点 破产财产的变价 因为这是讲的破产清算程序 只要企业被宣告破产 这块就叫破产财产 被宣告破产之前 叫债务人财产 讲到变价的问题 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型号 稍微注意一下 想想第一条 被宣告破产之后 管理人应当及时拟定 破产财产变价法案 提交债券生会议讨论 然后管理人应当按照债券生会议 通过的或者人民法院 依法裁定的破产财产变价法案 事实变价出售破产财产 然后讲到这个问题 咱们前面说过 讲债券生会议职权的时候 如果对这个关系破产财产 它的管理法案和这个变价法案 对于这两个方案 如果债券生会议呢 依次表决不能通过的时候 是由法院来裁定 所以不管是债券生会议 通过的变价法案 还是人民法院呢 依法裁定做出的变价法案 这时候管理人按照这个方案呢 试试变价出售破产财产 好笑看第二条 这个破产财产处置 应当以价值最大化为原则 然后兼顾呢 处置效率 变价出售破产财产 原则上以拍卖方式进行 但债券生会议 另外决议的处案 这个人民法院要积极探索 更为有效的破产财产 处置方式和渠道 最大限度提升 破产财产的这个变价率 再据我一下看 采取拍卖方式进行处置的 如果拍卖所得预计 不足以支付评估拍卖费用 说评估拍卖费用呢 就像10万 拍卖所得预计的话 只是8万 还不够拍卖费用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这是拍卖不成的 经债券生会议决议 它可以采取这个作价变卖 或者事物分配的方式 作价变卖指的是 说这个设备直接作价120万 这直接作价变卖 或者事物分配的方式 如果是变价 直接变卖 或者是事物分配的方式 经债券生会议 两次表决仍不能通过的时候 由人民法院来裁定处理 所以这句话是 今天教材新增的 前提的话呢 是将设备直接 作价120万变卖 或者采取食物分配的方案 那么这个方案呢 经债券生会议两次表决 这块是两次表决 仍不能通过的时候 由人民法院来裁定处理 第三 破产财产的变价出售 必须以价值最大化 即债券利最大化为原则 不能与破产企业 职工安置挂钩 因为职工安置呢 是政府应当负责解决的问题 因此不允许 以这个低价 向购买者出售破产财产的方式 来换取 对去职工的就以安置 说你帮我安置 说30个职工 然后我少要300万 不能这么做 也就是说不能以损害债群利益的方式 来解决政府的财政与工的困难 职工的问题是政府的工作 不能呢 以牺牲债群利益的方式呢 来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 这也是今年教材新增的 听过一遍就可以了 考校看第二考点 破产财产的清偿顺序 这个是三个型号 或者是八个型号 这是祝会考生必须掌握的 这是考校题目的时候 得需要清楚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破产财产的清偿顺序 第一步呢 先清偿 有财产担保的债权 这肯定是最先清偿 再按第二步 清偿破产费用和供应债务 但是到第二步 钱不够的时候 是优先清偿 破产费用 然后再清偿 供应债务 他们两个内部 还是有先后顺序 咱们讲个2.1 2.2的问题 再按第三步 是清偿支公债权 但是什么叫支公债权 不仅仅包括所欠的工资 和医疗生产补助和复习费用 这是第一块 第一块是工资 第二块是医疗生产补助 复习费用 第三块呢 应当划出职工个人账户的 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这是第三块 然后第四块呢 是法律 行动法规 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 这个补偿金 那么这四块都属于 职工债权 前提是法律 行动法规规定 应当支付给职工的 这些补偿金 所以哪些属于职工债权 他们四个都属于职工债权 都是第三顺位清查 所以他进工的时候 就进工 哪些属于职工债权 这点大家需要区分 然后第四顺位 是纳入社会统账户的 社会保险费用 和所欠的税款 然后第五 是无赛人担保的普通债权 这个清常顺序的问题 咱们注快个恩色考的小题目 然后还需要盯住什么 纪念教材 新增的这几个解释 先问第一个解释 说根据破产审判 会议纪要的规定 对于法律 没有明确规定 清常顺序的债权 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什么原则 来合理确定 这个清常顺序 三个原则 第一个呢 人身损害赔偿债权 优先于财产性债权 人身优先于财产 然后第二个原则 是司法债权 优先于公法债权 然后第三个原则 是补偿性债权 优先于惩罚性债权的原则 来合理确定 清常顺序 这三个原则 大家需要记住 然后再继续看 说破产财产 依照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清常顺序 清常之后 仍有剩余的 这种可能性很小 说按照法定的清常顺序 说还有剩余的 那这时候呢 可依次 用于清常 破产程序 开始之前产生的 这个民事 惩罚性赔偿金 这是第一个 按照顺序 先清常 民事惩罚性赔偿金 然后第二个 这是行政罚款 然后第三是刑事法金 等这个惩罚性债权 这是呢 关于这个清常顺位的问题 毕竟是今年新增的 所以今年考小题目的时候 大家必须清楚 再看第二个解释 还是根据 这个会议记号的规定 有第三方 垫付的 质公债权 前面说过 什么叫质公债权 包括那四块 例如 有第三方 垫付的工资 原则上呢 按照垫付的 职工债权性质 进行清查 现在第三方 垫付的工资 这时候 按照所欠的 职工工资 进行清查 就可以 然后这个破企 他欠缴的 这个住房供给金 按照破企 拖欠的职工工资 性质 来进行清查 这是纪念新增的 拖欠缴的 这个住房供给金 按照欠缴的职工工资 那个顺序 进行清查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特殊规定 特殊规定是 前面我们讲课的时候 有些内容 前面说过 大家需要盯住 两个问题 第一问题呢 是关于 这个破企 这个董江高 他获得的 这个绩效奖金 这么处理 例如绩效奖金 这个八十万 八十万的话 首先给他收回 寄入债务人财产 然后这个奖金的话呢 怎么申报债权呢 是按照普通债权 去申报 就可以 申报八十万的普通债权 最后一步清查 再看第二个 是在普遍拖欠 职工工资的情况下 像董江高 说支付的工资 说支付了五十万的工资 首先这个工资呢 先给他收回 寄入债务人财产 然后工资的话 怎么申报呢 给他分成两块 第一个是按照 职工平均工资 说平均工资的话呢 是五万 那么这个五万块钱 是按照职工债权 按照职工债权 按照拖欠工资来处理 然后多的四十五万 怎么处理呢 多的四十五万 他申报的是 普通破产债权 就可以 这个咱们前面讲过 这是第一个特殊的 再第二个特殊的 是关于这个质纳金 质纳金的问题 怎么去处理 例如说这假公司破产 他欠交税款 欠交税款呢 他欠的是一千万 然后欠的这个质纳金 质纳金的话是一百万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处理呢 大家首先判断 他欠交的税款 这是那个第四顺位 清查 然后这个质纳金呢 质纳金的话 注意给他分成两块 第一块呢 在破产程序 开始之前 如果产生的质纳金 说这一块是八十万 八十万怎么处理呢 所以这个程序 开始之前 这个质纳金 它是按照 这个普通破产债权 去处理 普通破产债权的话 是第五顺位 但是所欠的税款呢 是第四顺位清查 它这个清查顺位 是不一样的 然后再看一下 破产程序 开始之后 这在受理之后 产生的质纳金 十二十万 这二十万 怎么去处理呢 一笔购销 连普通债权 都不算 所以这个规定 大家需要清楚 不管是考单选题 还是考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搞清楚 再第三 是商业银行 破产清算时 再支付清算费用 第一步是清算费用 然后第二步呢 是所欠之中的工资 和劳动保险费用之后 然后第三步 支付的是 个人储蓄存款的 本金和利息 这个一二三 这个顺序问题 咱们住海可两次 考到单选题 再看第四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 破产清算时 再清查 破产费用 是第一步 破产费用工艺债务 在第一步 然后呢 就需要优先清查 破产前 跟农民成员 以发生交易 但尚未节清的 这个款项 这个想法顺序问题 大家需要搞清楚 好 现在他们举几个例子 想法一下 现在第一题 根据规定 他向来债务中 在清算破产费用 和工业债务之后 应当从破产费产中 而上第一顺位清厂的 什么 有破产费用 支完之后 下边清厂的 什么呢 四个字 职工债权 看选A 他说破产企业 所欠职工的 这个商餐补助 商餐补助的话 这个属于职工债权 所以他是 第一顺位清厂 然后选B 所欠的税款 税款的话呢 这是那个后半 第四顺位清厂 所以这个题 选A就可以 好 下来看一下 这个第二题 他说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商业银行 破产分配顺序的表中 正确的什么 商业银行 第一步先支付什么呢 支付的是清算费用 然后第二步 支付的是 所欠职工工资 和这个 劳动保险费用 然后第三步 就支付个人 储蓄存款本息 所以这个题的话 选C就可以 好 下来看一下 第三题 说假商业银行 破产清算时 已支付了清单费用 和所欠职用工资 和劳动保险费用 把前两个清算之后 那么下边清厂的 就是什么 就是 个人储蓄存款的 本金和利息 所以这个题的话 选C就可以了 好 下来看第四题 他说破产企业假公司 在破产件受了钱 因拖欠税款 产生支纳金 他说下来表述中 符合规定的什么 就这个支纳金 支纳金的话呢 怎么处理 前提是破产程序 开始之前 他欠的支纳金 如果是破产程序 开始之后的支纳金 一笔勾销 说就算是程序 开始之前的支纳金 他是属于 他这个顺位的话呢 首先属于普通债权 他的受伤顺位 是列后于所欠的税款 因为所欠的税款 这是第四顺位 然后普通债权的话 是第五顺位 所以这个题的话 选A就可以 这是情长顺序的问题 再看第三个考点 是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他的实施 实施的问题呢 这处是一个型号 或者两个型号 这是考小题目的时候 考单选题 大家需要清楚 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话讲的是呢 说A生钱 向B的话 借一百万 一百万的债权 这个没问题 而且根据呢 这个情长率 说的确呢 需要分给B十万 但是关键这个十万呢 这个B的话 他不过来拿这个钱 怎么处理 他不过来拿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管理人 应当将这个十万块钱 提存 但如果这个债权人 自最后分配 公告之起 两个月 仍不过来领取 是为放弃 这个十万块钱 因此管理人呢 应该将提存的 这个十万块钱 分配给其他债权人就可以 但是呢 什么叫做放弃呢 这个两个月的时间 是从 破产程序 终结嘛 是从最后分配 公告之起 满两个月 仍不过来领取的时候 是为放弃 好 想看第二个 对于这个负生效条件 或者解除条件的债权 这个管理人 应当将其分配额提存 指的是 A 他欠B呢 的确欠一百万 但这个一百万呢 是一个负生效条件的债权 负生效条件 所以那需要搞清楚 负生效条件的债权 他可以来申报吗 申报债权 没问题 但是呢 说 签生率百之十 但是这个十万呢 不能让他拿走 先给他提存 提存之后呢 大家盯住分界线 在最后分配公告日 如果这个 所付的条件 生效了 生效说明 A欠B的确欠他 一百万 的确他可以 将十万块钱拿走 就可以 但是呢 在最后分配公告日 所付的条件 如果还没有生效 这就是没到点 在这种情况下呢 应该将这个十万 十万的话呢 这个分给其他的债权人 就可以 这是呢 关于这个条件生效了 或者条件没生效 该怎么去处理 生效了 让他拿走 如果没生效 分给其他债权人 再看一下第三 对于这个诉讼仲裁 未决的债权 该怎么去处理 这就是呢 A跟B之间 他有签了一百万的 这个买卖合同 B向来发货 A向B支付货款 A是债务人 B的话是债权人 但双方呢 对这个债权 毕竟B发的货有问题 也就是说 A向B到底支付多少货款 也就有争议 正在打官司的时候 尚未做判决 A的破坏程序开始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需要盯住三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呢 战家B的角度 能申报债权吗 对这个诉讼仲裁 未决的债权 他过来申报债权 没问题 然后第二个判断 在行使表决权的时候 因为他的债权额 尚未确定 因此是不能行使表决权 除非人民法院 能够临时确定一个债权额 否则没法行使表决权 然后第三 这个分配的时候 如果还没做判决 怎么去处理呢 首先按照整个一百万 说假设清偿率百分之十 这个十万块钱 现在提存 然后等着呢 判决生效 如果判决生效了 说A向B呢 的确需要支付一百万的货款 就是你的债权 的确是一百万 一百万的话 这时候提存的十万 给你拿走就可以 或者法院判决 说A向B呢 只需要支付四十万的货款 表示你的债权 是四十万 四十万的话 清偿率百分之十 这时候让你拿走四万 就可以 关键是呢 如果还没做判决 只是从破产程序 终结之起 如果满两年 仍不能受领分配 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法院 一旦将提存的这个十万块钱 分给其他债权人 所以这个就要搞清 至于这个两年的时间 是从破产程序 终结 开始计算 但是前面的话呢 对这个负生效条件 他用的是最后分配 公告日 然后讲第一条 也用的是最后分配公告日 所以光记数字不行 还需要盯住 他从哪开始计算 在这考小题目的时候 需要清楚 好像要看第四个考点 是破产程序 它的终结 这个考点是一个型号 或者半个型号 稍微注意一下 想要第一条 他人民法院 终结这个破产清断程序 应当 以这个查明 财产状况 明确财产的分配方案 确保破产债权 获得依法清查 为基础 再第二条 说破产程序开始之后 经管理人调查 如果发现 债无人财产 不足以清偿 这个破产费用 连破产费用都不够 并且无人 待为清偿 或者垫付的人民法院 应当呢 依据管理人的申请 宣告他破产 并采定终结 破产清断程序 这点咱们前面讲过 第三 说管理人 应当自破产程序 终结支起 十天内 持人民法院 终结破产程序的采定 向破产人的 原登记机关 办理注销登记 人就没了 这是呢 关于 程序终结的问题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最后一个单元 是关联企业 合并破产 首先这个单元呢 是纪念教材 完全新增的 既然是新增的东西 所以大家肯定需要 高度重视 把教材最后一节 一字不差呢 仔细看一遍 咱上课呢 讲三个考点 第一个考点 是 实者合并 与程序合并 它的区别 又就讲了两个问题 实者合并 跟程序合并 所以他们的区别 这是一个基本概念的问题 但第二个考点 是关联企业 这个实者合并破产 实者合并 然后第三呢 会讲这个程序合并破产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就实者合并 与程序合并 它的区别 这区别的话 是一个型号 或者两个型号 你把这个基本的区别 需要搞清楚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说关联企业 合并破产 它包括两个模式 第一个是呢 实者合并 然后第二是程序合并 包括两个模式 什么叫实者合并 它指的是对 国联企业 这个资产负债的合并 即将多个国联企业 它视为一个单一企业 将这个三个企业 视为一个单一企业 在统一财产分配 和债务清偿的基础之上 进行破产程序 进行破产程序 所有企业 同类债区人的侵畅率 按照相同原则来确定 然后各企业 它的法人人格 在破产程序 进行期间 不再独立 然后在目前我国的实践中 这个实质合并 它主要呢 适应的条件是什么 就在什么情况下 采取实质合并 指的是各关联企业 资产与负债 严重混同 导致呢 这个法人人格混同 为适用条件 就是你的资产负债呢 根本分不清楚 严重混同 导致呢 法人人格混同 为适用条件 再跟第二个 这个程序合并 程序合并的话呢 是多个破产机 程序的合并审理 体现为 对这个不同法院管辖的 多个企业破产件的程序 并按审理 然后呢 整体重整 或者破产情分 通过统一制定 集团各企业 相互协调衔接的 重整计划 清算法案 乃至整个集团企业 统一的 整体重整计划 达到呢 企业挽救的目的 或者呢 使破产企业财产 实现更高的价值 在这个程序合并中 各关联企业 仍保持 反正人格的独立 资产与负债 清算比例 是分别确定的 注意最关键的区别 如果是程序合并 说这三个企业 说某一个集团 三个企业 这三个企业呢 是保持 反正人格的 相互独立 然后资产与债务 清算比例呢 是分别确定 什么意思呢 A这个企业 说最终清算率 可能是12% 然后B这个企业 说清算率 可能是21% 它的资产 跟这个债务清算比例 它是分别确定的 首先 人格独立 然后清算比例 分别确定 但如果是 这个实质合并呢 实质合并的话 首先这三个企业 它是为一个单一企业 是统一财产分配 统一债务清算 因此ABC的话呢 他们格三 既然是关联企业 先给它捆一块 是统一财产 然后呢 他们欠别人的钱 假设都是普通债权 无担保的普通债权 在这种情况下 清算率呢 都是12% 这是第一个特征 按照统一的清算率 而且呢 这三个企业 在破产程序经营期间 是不再独立的 是失踪一个企业 不再独立 这是把基本的问题 需要搞清楚 然后再看一下了 这个具体的规定 首先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考点 是关联企业 这个实质合并破产 实质合并 我们看一下 这个会议极要的规定 所以对于关联企业 实质合并破产 要谨慎使用 什么意思呢 注意在正常情况下 它的基本原则什么呢 基本原则 这是必须单独破产 看着规定 它说人民法院 在身体企业破产见识 应该尊重 企业法人人格的独立性 对呢 以对关联企业成员的 破产原因 进行单独判断 并适用单个破产程序 为基本原则 什么意思呢 说假的话呢 是一个企业集团 下面的话 有ABC 三个企业 说这三个企业 的确呢 都达到破产界限了 注意正常情况 它是呢 适用单个破产程序 ABC 是三个程序 单独破产 就是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的话 是单独破产就可以 但是什么情况下 例外适用 这个实质破产呢 当这个关联企业成员之间 存在反正人格高度混同 然后区分呢 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 严重损害 债权人公平线上历史 可以例外使用 关联企业 实质破产合并的 这个审理 也就说 也就在正常情况下 还是单个破产 只有特殊情况 才例外使用 这个实质破产程序 再问第二条 他人民法院 收到实质合并申请之后 给他及时通知 相关利害关系人 并组织听证 这个听证期间 不进入审查期间 人民法院在审查 实质合并申请过程中 可以综合考虑 关联企业之间 资产的混同程度 继续持续时间 然后各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 然后债权人整体签证利益 增加企业重招的可能性等因素 在收到申请之期 30天之内 做出是否 这个实质合并审理的一个裁定 然后第三 相关利害关系人 对受理法院做出的实质合并审理裁定不符的 他可以呢 自裁定书 宋达之起 在15天内 向受理法院的上级法院申请复议 他可以申请复议 但是找谁申请呢 是找这个受理法院的上级法院 来申请复议 然后再看一下第四 他说采用的这个实质合并方式 审理关联企业破产件的应当有关联企业中 这个核心控制企业住所地人民法院来管辖 如果是实质合并 例如ABC这三家 的确的话呢 他这个法院人格严重混同 这个最终采取的是这个实质合并 实质合并前面说过 他视同一个单一企业 那么这时候 由哪个法院管辖呢 由这个核心控制企业 说核心控制企业的话 如果是这个B 是由B住所地人民法院来管辖 他如果核心控制企业 不明确的 是由这个关联企业 主要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来管辖 他如果多个法院之间 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 应当报请共同的上级法院来指定管辖 好下我看第五条 他说人民法院裁定 如果采用了这个实质合并方式 来审理破产件的 各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的 债券照关系归于消灭 然后各成员的财产 作为合并后统一的破产财产 由各成员的债券人 在同一程序中 按照法定的顺序来公平受场 这什么意思呢 例如说ABC的话呢 他们三个是关联企业 最终的话呢 如果都欠别人钱 不能欠了盗窃债务 他如果人民法院裁定 实质合并方式 如果实质合并呢 这个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呢 首先ABC之间 他的债权照关系 归于消灭 什么意思呢 说A欠B 说欠了这个三千万 或者B的话欠C 欠了这个 这个三百万 他的债权照关系 归于消灭 他们之间不再还钱了 这是第一个特征 然后第二个特征呢 是各成员的财产 作为合并后统一的 发展财产 说这三家企业 加一块呢 他财产总共是 总共是呢 这个三千万 然后看一下呢 这个第三个特征 是由各成员的债权人 在同一个程序中 按照法定顺序 共鸣受查 什么意思呢 说当时A A的话欠假公司 说欠多少钱 然后B的话呢 欠乙公司 多少钱 C的话欠饼公司 欠多少钱 他们三个都属于 无财产担保的债权 说加一块了 总共欠的是三个亿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他是按照同一个程序 既然都是普通债权 所以还到这儿 还有三千万的时候 那么就按照10%的清偿率 来进行清偿就可以 当然还是第一步呢 要清偿 有财产担保的债权 第二步是破产费用 供应债务 第三步是支付债权等等 按照这个顺位进行清偿 这是呢 关于实质合并 这是破产清算 大家继续看 如果采取实质合并方式 经重整的这个重整计划草案中 应当制定统一的债权分类 债权调整和债权数场方案就可以 这是呢 咱们考试最多考的 如果是实质合并 靠破产清算的时候 注意呢 就是把ABC 先合并成一个企业 而且呢 他们之间的这个债权账户关系 故意消灭就可以 按照一个企业 然后欠别人多少钱 按照这个 在一个程序中 按照法定的顺序 来供兵受场 就可以了 考小看第三个考对 是关联企业 这个程序合并破产 程序合并 这处是一个型号 稍微注意一下 首先看第一条 这个程序合并破产 在这个会议基要中 它不叫程序合并 叫什么呢 叫协调审理 说根据会议基要的规定 说都外关联企业成员 均存在破产原因 并且不符合 实质合并条件的 怎么去处理 例如说ABC的话呢 这三个关联企业 首先都存在着破产原因 但是又不符合 这个实质合并条件 前面说过 什么情况实质合并呢 如果他们之间 这个资产负债 严重混同 导致呢 发生人格严重混同 那这种情况是实质合并 但是呢 如果这三个企业 都存在破产原因 并且不符合 实质合并条件 但人民法院呢 可以根据相关主体的申请 对多个破产程序 进行协调审理 并可以根据 程序协调的需要 综合考虑 破产件审理的效率 破产申请的先后顺序 成员负债规模大小 核心控制企业住所地等因素 有共同的上级法院 来确定一家法院 来集中管辖 电视可以 有共同的上级法院 确定一家法院 来集中管辖 再看第二个 这个协调审理 它只是程序合并 并不是施质合并 因此它并不消灭 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的 债券照关系 什么意思呢 ABC这三家企业 的确呢 它是关联企业 然后呢 说A的话呢 还欠B 欠的是一千万 然后B的话呢 还欠C 欠的是三百万 首先 它只是程序合并 并不消灭 ABC至今的 债券照关系 这是第一个特征 然后第二个特征呢 它不对 不对这三家企业的财产 进行合并 也就是说 还是各自 走各自的破产 财产是不合并的 而且呢 各关联企业成员的 债权人 仍与该企业成员财产 违信 依法获得清查 什么意思呢 说A的话 生前欠假公司 它欠的是两个亿 但是A的话 没多少财产 有可能像假这个公司 说清偿率 说就是百分之三 这是有可能 然后C的话呢 它欠丙公司 欠的是呢 这个 欠的是八千万 但是C公司 多少钱比较多 所以C的话 像丙清偿的时候 它清偿率 有可能是百分之二十 这是有可能 这是关于 它只是程序合并 因此呢 这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呢 是ABC之间的 债权照关系 并不消灭 而且对财产也不进行合并 是各自 各自还自己的钱 就可以 它不想实质合并呢 是按照统一的 清偿率 来进行清查 不想看到这呢 基本差不多了 事没完 大家看一下了 但是会议纪要规定 在程序合并中 也要利用其他法律手段 来解决 关联企业成员之间 尚不构成 法人 人格严重混统的 这个不当 资源配置关系 例如 说关联企业成员之间 不当利用 关联控制关系 形成的债权 什么意思呢 还是ABC 他们三个 这是关联企业 但是呢 他如果A A的话 欠B的钱 欠的是三千万 那么这个三千万 当时是不当利用了 关联关系 形成的债权 然后这个A的话呢 还欠假公司 欠的是 只有两个亿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处理呢 首先 毕竟呢 AB是关联方 他这个债权 将倾权顺位的时候 是列后于 其他普通债权的顺序 经清查 欠假公司的 这是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的话 前面说过 这是第几顺位呢 普通债权是 第五顺位清查 但是呢 欠B的 是作为第六顺位 清查 他还列后于 其他普通债权 经清查 而且呢 该列后债权人 不得就 其他关联企业成员 提供的特定财产 优先授产 即 这个物权担保无效 什么意思呢 说A当时欠B钱的时候 说当时A 拿自己的办公楼 他设定了 这个抵押 站在B的角度 对办公楼的拍卖价款 他不享有 优先授产权利 什么意思呢 毕竟它是关联企业 这个物权担保 是无效的 这个B呢 对办公楼的拍卖价款 并不享有 优先收藏权 这个问题 基础班听过一遍 就可以 但是毕竟大家需要 长一个心眼 毕竟是今年教材 新增的东西 新增的东西呢 还是非常有可能 在今年实体中出现 所以什么叫 程序合并 什么叫实质合并 把基本的问题 把那几个基本的特征 需要搞清楚 讲到这儿了 这个第八章 就讲完了 第八章呢 实际考点的确比较多 大多数考点 需要大家准确理解 真正需要死硬背的考点 并不是特别多 所以第八章呢 实际复兴难度 并不是特别大 把基础班听完之后呢 需要赶紧 把基础班听一下 做几个大题 特别是咱们 祝会考试 最近几年考的 那十几个真题 把那几个案例分析题 需要搞清楚 第八章 复兴完之后呢 再去看第九章 票据的问题 好 讲到这儿了 这个第八章 我们就全部讲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